我们来做花甲肉来吃 这个是已经处理干净的花甲肉 我们加入一勺食盐 小许料酒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腌制20分钟 让它先入个底味 然后稍微去腥 直接买的成品花甲肉 比花甲还是方便很多 我们把它定制起来吧 趁着腌制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服用 五颗大蒜 把它切成蒜末 炒花甲肉可以多放一点点的 大蒜 蒜味花甲 一小块生姜 也排碎切成蒜 但蒜的目的都是为了酥腥 两颗小圆葱 把它切小块 所以小圆葱的目的是 为了增加香味 不用切的太细哦 这样就好了 再来三颗干辣椒 切成段 一线切好的大蒜苗 炒料就准备好了 锅肉加油 我们下入 腌制了20分钟的花甲肉 花甲肉会吸出很多的水 我们开大火把水分炒干 花甲没沙子 在炒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到 锅铲与锅子之间没有那种沙沙的感觉 这样的花甲肉就是干净了 炒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 热加油 下入姜蒜 干辣椒 炒出香味后我们下入一勺 炒出红油 加盐葱 加盐葱 花甲肉 大火炒香 红锅边淋入生抽 点点的煎鸟上色 加入点吃鱼 调味 把花甲炒香之后大蒜叶 这里没有大蒜叶可以放韭菜哦 翻炒均匀 吃了出锅啦 这样一份爆炒花甲肉就做好啦 香辣 鲜嫩 是一道下酒又下饭的好菜哦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